我呢 去韩国这么多年了 很多人都以为我发了 那么我今天 请大家伙来呢 就是想跟大伙澄浸一件事 我在韩国这么多年呢 我没发过 没发过呀 也就是说这么多年来 不可能 我一直是装的 假的 演的 你说这儿呢 我也没有什么大公司 我也不是什么大老板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韩国农民工 我生活在底层 为了赚钱 我什么苦都吃过 我什么累都受过 你们肯定想问我 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就是个养马的 每天客人来 他们在马上跑 我跟在马屁股后边跑 干什么呢 馋马粪 我是从早馋到晚 可以说我赚的每一分钱 都有草味 和马粪味 这几年呐 这几年呐 我染上了毒钵 我把我 辛辛苦苦赞的钱啊 都输光了 我把审联治病的钱 也输光了 我还欠了一批股债 为了还债 为了给医院治病的钱 我把这房子也卖了 卖了啊 也就是说 今天请完 大家吃完这顿饭 我就跟小燕 搬回老房子了 我请大家伙来的目的 就是想让大家监督我 我 在外边混了这么多年 看看我这个四十大几的人 我能不能从头再来 从头做起 其实 我做的这一切 我是为了两个人 一个是我女儿 我想让她继续读书 有一个好的未来 不要像我这样 前几年光想着挣钱了 忽视了孩子 在成长过程当中的 教育问题 我失职 我内疚 还有一个 我是为了审联 我喜欢她 我想让她下半辈子 跟我过 好好过一个平淡的日子 沈莲 你给我半年的时间 我会努力的 我要是混不出个人们狗样 你别嫁给我 我也有几句话想说 其实东升的事 我早就知道了 可是我没想到 她能够那么坦诚地 当着大家的面说出来 这需要有气 很好 你真的很棒 你真的很棒 够爷们 真不容易 不过今天 我暂时不能答应你 我也需要你给我半年的时间 如果半年之后 我的身体一切都正常 等到时候不管你 是否一无所有 是我比现在更穷 我都会对你说 我愿意 东主角 你对我 真好 还真不容易 你 我大夫唱一首歌 跟往事干为 谁说往事不堪回首 我认为往事很美好 也很美丽 有一位哲人曾经说过 忘记过去 等于背叛 我回忆往事 展望未来 好 好 经过了许多事 你是不是觉得累 这样的心情 我曾有过几回 过了 这个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孩子 走吧 在这儿住了十年了 这儿的空气和味道都习惯了 现在说搬走就搬走了我 是啊 都是爸爸混蛋 要不然也不会这个样子 打住 你这话题说起来就没完没了了 不过我有时候也在想啊 还好你不改你的混蛋本性 你要真的那么高高在上 我肯定特别不习惯 你是讽刺我还是欣赏我 我现在真的欣赏你 你心理素质真好 是啊 连我自己都很欣赏我自己 你看啊 到了爸爸这帮年纪 还敢说出真话 说出实话 我还敢 从头再来 从头奋斗你 不过我要给你打个预防针啊 现在工作特别难找 所以你一定要加油 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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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爸爸说的那四个字 警钟长命我记住了 你爸说我是一套一套的 那你自个儿呢 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学校 那你找找工作再管我吧 退车吧 分别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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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